現在原本的呆呆說換代打換了小胖 9月16號的金龍盃 綽號小胖的黃線少年上場代打 他不只是捕手打擊能力也不錯 小胖打擊能力也很不錯 小胖是七弦的流石好 這是2021年台中金龍盃全國青少棒的經營賽 七弦國中對上台南歸人國中 以9比0立刻歸人國中 但在19號對上台南崇明國中時 卻出現反常 最後0比11落敗 而七弦國中32強輸掉比賽後 沒有進入16強 而教練是他 呂仁凱28歲 在2015年到2017年 擔任七弦國中青少棒的教練 在2017年後晉升成為七弦國中青少棒的總教練 擁有中華棒B級棒球教練資格 有6年的教練資歷 從他進入七弦國中後 棒球隊在第一年拿下了第四屆澎湖縣舉島盃的 硬是棒球錦標賽冠軍 隔年第三屆老師穿杯也拿下第一名 2019年第一屆高市議長全國少棒錦標賽 也得到冠軍 成績亮眼 而七弦國中的校友有不少職棒名將 像是林逸臻 黃平洋 最近期的統一師球員羅偉傑 但這回發生學生疑似訓練太超死亡 教練相當低調 因為我現在目前就是在調查中啊 就是我也是一切配合調查 大概三個小時啦 因為九點到十二點嘛 可是其實大概兩個多小時 所以其實那一天並不是最超的一次 其他家長認同教練的訓練 但教育產業公會職以9月20號的訓練太超 黃新少年不信送蜜 身為指導教練心情也大受影響 但對於學員是否音樂訓練太超死亡 還有待調查釐清 提北新聞南部綜合報導